草莓的知识 草莓从小可以说是疲弱多病 喝着药长大的 从生根发芽我们就开始的担忧 害怕草莓生长这种白粉病 这个对草莓的影响非常的大 因此要给它打第一种药 第二草莓的商业价值很高 它的时间又很紧凑 但是它的这个活动生长极其不稳定 以及它的这个果实很容易脱落 那么对我们这个损失造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得打第二种药水叫 出锅保果剂 然后呢等它长出了果实之后啊 它这种是属于无皮甜食的一个水果 它特别吸引这个昆虫 特别是红蜘蛛啊 鸡脉啊 这个东西呢普通的药水啊 就像给它啊 挠挠痒 还得用这种特效药 不然呢 它就会给你咬的这个果实啊 特别的丑 所以呢我们要给它打第二种 第三种特效药 第四呢 也是非常的光键 因为呢我们这种草莓啊 它的价值嘛 比较高 然后呢 长得太小的 像之前又卖不上价格 所以呢 为了它的这个重量 以及卖相 我们还得给它打一种叫 芬果剂啊 就是让它长得粗粗大大的 第四 也是最关键的 你看啊 像人家来这样子摘草莓 那今天摘 摘了没有了 咋办 然后呢 一个 一年啊 就那么一两个月啊 你才就知道的 就好比 我给你们讲啊 我给你们做一个试验 今天呢 我往这一棵种子啊 喷洒一些 吹熟剂 然后你们看啊 现在呢 它这边呢 红这边的不红 等明天你们看一下 这一棵啊 就变得红彤彤 所以现在我佩服 现在的科技啊 非常厉害